欢迎来到新闻频道,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 王一博小时候因为长得帅被揍?不愧是洛阳白牡丹。 关注王一博的人应该知道王一博有几个外号。 像裤盖、甜甜之类的,还有一个叫做洛阳白牡丹。 1997年出身的王一博有着清秀的外形和白皙的皮肤。 在精致的妆容和造型的加持下,王一博就更加秀气了。 加之王一博是河南洛阳人,所以粉丝们都亲切地叫他洛阳白牡丹。 王一博十几岁就迈入了娱乐圈,他去到韩国当练习生。 作为组合UNIQ的议员出道,金色的头发,花美男般的相貌。 他因此成为了组合的门面担当。 其实他被许多人圈粉饰在《创造101》的时候。 王一博以导师的身份出现在节目中。 如此年轻又俊美的老师。 吸引了不少人关注,特别是跳舞的时候,魅力全开。 跳女团舞的他更是隐女孩子们尖叫。 小姐姐没pick上,反倒pick上了小哥哥。 王一博真正活起来是因为陈情令,他在其中饰演蓝旺鸡一角。 开始看的时候有人吐槽过蓝旺鸡的造型之类的,不过越看越喜欢。 他的演技和颜值成功征服了观众。 加上王一博是综艺天天向上。 钟天天兄弟的一员,每周都会和观众见面。 王一博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如今已涨粉到3117万粉丝。 王一博是一个运动系的宝藏男孩,舞蹈、摩托、滑板是他的最爱。 除此之外还会很多,比如悠悠球、魔术、滑雪之类的。 他是阳光系的男孩。 但是不太爱说话,虽然说话直却很真。 有句话这样讲,虽然他不爱说话。 但他的颜值会替他说话,只要他站在镜头面前,就是可爱的。 经网友透露,王一博是是从小帅到大的,小时候就是受女孩子们喜欢的一个男孩子。 学校女厕所里整面墙都是他的名字,开学报道士班里专门为他成立了一个花痴大队。 上下学骑车都有一堆小迷妹追着。 头发长长的,性格酷酷的。 还会跳舞,就是校园聚小男主的样子吗? 在一次采访中记者问道,有谁曾经是学校里的校草吗? 王一博说是他,因为喜欢跳舞,很多人都知道,确实,据网友说。 王一博学校的对面学校旁边学校都知道有一个帅帅的会跳舞的小男孩。 而且还会特意去到王一博的学校看他跳舞。 有趣的是,王一博因为长的帅受欢迎,还被高年级的男孩子围堵揍过。 现在想来,这也算是对王一博颜值肯定的一种方式吧哈哈。 又惨又好笑又骄傲的样子。 我据个大口来版的麻洋中国、老美是和真的强仍过的这个阅皇帝。 他们才 Row成了超纠� ajust的 Sex香港。 谢谢观看